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节目 之前我讲过了在西方国家陷入疫情当中的时候 中国由于它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封城 然后并且掩盖了信息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在中国在武汉到底有多少人死亡 但是不管真相如何的被掩盖了 数据如何的被做了手脚 中国人看到这些数据就真的相信 全世界只有中国做的是最好的 当时我就在节目里讲了 我说不要高兴的太早 不要对全世界陷入到中国爆发的疫情 武汉来的病毒对此幸灾乐祸 果然我们看到了风水轮流转 现在这个疫情又回到了中国 最新的消息是在上海 有很多的社区都已经被封了 很多居民连夜凌晨被要求去排队做核酸检测 有很多的社区的大门都被封闭了 只禁不许出 而且必须要求在48小时之内完成两次的核酸检测 都凌晨两点了 核酸的队伍还特别的长 甚至有的外卖小哥进到了社区之后 想出去不让出去 做他就说 然后要求对方给他一张床 就干脆住这了 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学校 还有些企业 都是进行了封闭式的管理 实际上就把他们全部都囚禁了 不让他们出去 那么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开始逐渐的开放 逐渐的学会如何跟这个病毒共存 但是中国还仍然采取一个清零的手段 但是这个清零手段却没有能够真正的清零成功 除了上海以外 还有山东 吉林 这些地方都爆发了疫情 比方说在3月11号 在吉林长春市 就采取了第三轮的全市范围的全员核酸检测 政府机关居家办公 企事业单位停止运营 所有的非必要流动都必须停止 全市的小区村子和单位都实行封闭式的管理 要数最最严重的恐怕就是香港了 现在香港的疫情已经是难以控制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现在香港的死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 现在已经达到了全世界名列前茅 文章中说香港是全世界最后几个仍然仕途清零 而不是与病毒共存的地方之一 虽然缺少相关的设施跟工作人员 但香港已加倍努力实行收治所有确诊病例的政策 不论是他们有无症状 症状严重程度如何 并下令隔离所有被认为与感染者有关密切接触的人 但是不断增加的感染人数和政府的措施 已经使医院停时房救护车服务和隔离设施不堪重负 并迫使人手不足的邮局银行甚至监狱缩减服务 其实现在香港陷入到一个dilemma 一个困境当中 就是它既不能像中国大陆这样子的 就完全不误个人的自由跟权利 牺牲这个方面的部分 然后进行全面的清零跟封城 然后它又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去做到 在尊重个人自由跟权利的基础之上 尽可能的去学会跟病毒共存 就是它既做不到清零又做不到共存 更何况香港的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 也决定了 就是中国官方也不愿意做出封城的决定 就是封城封武汉可以 封西安可以 但是封香港 那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打击可能是巨大的 对于香港本身也是巨大的 在政治方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因为香港的所谓繁荣 香港的社会稳定 是它的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但如果香港现在也遭遇到 像过去武汉人遭遇的 西安人遭遇的 那么在这个政治上面 舆论上面的压力 跟经济上面的压力是一样大的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 香港都没有能够清零 也没有能够顺应这个时事 开始慢慢的 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都开始开放了 即使疫情还是每天有很多 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月 我们所在的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已经决定停止强制戴口罩了 那么疫苗当然 我第三针我也没打 我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做过一次核酸检测 但毕竟香港的医疗条件是极为有限的 而人口的密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香港只有一个办法 它只能够向中国大陆学习 就是全面的封城 如果这个疫情不能得到控制的话 这个香港的封城将导致 整个香港的经济一落千丈 现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了 实际上 那么中国大陆当然也因为香港的 现在的疫情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现在芯片在香港囤积 因为香港是全球的半导体的一个贸易中心 是最大的集成电路的出口地 机电产品占比高达75.5% 而中国大陆对芯片的需求量是庞大的 主要都是来自于香港 通过香港向全世界去购买芯片 这样的产品 那么现在全部囤积在香港 如果香港被封城了 那这些芯片就更难拿到了 所以说这对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 也是一个打击对中国的科技的发展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情况 疫情不断的在发酵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住院感染 然后整个香港的医疗体系 濒临崩溃 那么回到刚才讲到的上海 上海的疫情现在也是非常严重 那么上海也不能封城 其实上海政府当然也是反对封城的 这样的一个举措 上海香港它特殊的地位所决定了 它做不到封城 而政治上的高压的态势 又让它做不到 像西方国家一样 能够顺应潮流 而这些地方频频的爆出疫情 其实也证明了 中国过去那个动态清零的失败 虽然他们不肯承认这一点 应该是现在在中央内部 也是出现两派别 不同的派别之间 有不同的方式方法 那么当然最后看习近平 如何做出他的决定 到目前为止 上海还是走动态清零的方式 甚至捕杀一些居民家里养的宠物 等于上海人也感受到这种非人性的 不人道的一些行为 但是中央考虑的 当然还是政治稳定排第一位 哪怕是牺牲经济发展 牺牲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总之你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说中国缺少医疗的设备 缺少医疗的人员 缺少这方面的资源 然后管理能力低下 所以他没法完全像西方这样的放开 而这种体制的脆弱性也决定了 如果大量的人口的死亡 或者是这些地方遭到很严重的这种传染 这种情况会导致政权的不稳 西方没有这个问题 反正都是民主国家 这个党下去还有别的党上来 但是中国不行 所以有些政治上的原因 政治上的束缚 让这个国家的体制 没有办法去承载那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西方的这种开放的方式 那么他只能去非常严格的去搞动态清零 然后造成各地的天怒人怨 同时也造成经济受到巨大的打击 之前是什么武汉 西安 天津 还有东北一些地区 现在又轮到了上海 江苏 香港 深圳 等等 所以如果你不能像朝鲜那样子 完全跟这个世界所隔绝的话 那么这种动态清零 就达不到真正的效果 然后他又不能够完全开放 像西方这样接受跟病毒共存的一个现实 那么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 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可以说陷入到经济衰退当中 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再加上今天中国又因为 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事情 被俄罗斯卷入到跟西方世界 这个对立 这个冲突的这个边 所以中国在国际政治上面 也不会有个好的环境 同时你如果帮助了俄罗斯的话 你的高科技 你的企业也会遭到全球的制裁 所以可以说 未来的中国负面消息不断 那么唯一可能让习近平稍微有点欢心的 就是这一次 他可能要打破共产党的惯例 成功的第三次连任 在今年二十大之后 他的权力进一步的巩固 他可以把自己继续开到车的这样的政策 更清晰的 更有力量的去落实 当然我们就可以说 中国彻底的 要跟过去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说再见了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